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紫禁城中有个上书房 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是清代的皇家学堂 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 您也许很难想象 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件奇事 君临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尊贵的小皇子 竟然为一个臣子下跪 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的事 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段 上书房里发生的故事 这是紫禁城的一张地图 上书房就在乾清宫的东侧 离宝和殿不远 始建于清雍正年间 在中国的清代 这里是一所皇家学校 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 清代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上书房的位置很特殊 他位于皇帝的书房 南书房不远 在前朝和后庭之间 也就是正好在皇上和皇后眼皮子底下 皇上每日上朝下朝都会专门来到这里 看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况 很多人以为皇子们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 无忧无虑 其实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清代的皇子们 从六岁起就开始到上书房读书 一年之中 只有春节 端午 中秋 万寿节 也就是皇帝的生日 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 这五天假日 其余时间都要天没亮 就到上书房读书 因此 每日凌晨 汇聚在皇子们居住的南三所 到上书房之间的一排排灯笼 成了紫禁城里独特的风景线 这一天 上书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道光皇帝处理完朝政后 特意来到乾清宫中册的上书房 想看一下皇子们的读书情况 每天这个时候 皇子们都在上书房读书学习 为了不影响皇子们读书 道光皇帝将太监们支走后 悄悄来到上书房买 正想偷偷透过窗子看看皇子们 是否都在用功读书 谁知 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 黄四子义主居然正跪在地上受罚 再仔细一听 义主的老师杜寿田正在大声训斥着义主 道光皇帝立马火冒三丈 心里大骂 好你个杜寿田 我请你给我儿子当老师 是让你教学问的 你竟然敢体罚皇子 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想到这儿 道光隔着窗户高声喊道 读书是君王 不读书也是君王 大清天下马上得 杜寿田听到道光皇帝的话 不仅没有出来道歉 反而马上回敬了一句 读书之礼是明君 不读书之礼是昏君 一统江山马下至 原来贪玩的义主 背不出杜寿田固置的作业 杜寿田大发雷霆 正在责令义主拔跪 并反省自己的错误 道光皇帝听完杜寿田的话后 马上走进了上书房 此时 所有人都为杜寿田捏了一把汗 在封建社会 臣子让皇子下跪 并当面顶撞皇上 这可是要被杀头的 但出人意料的是 道光皇帝竟然拉着黄四子义主 双双跪在了杜寿田面前 随后 道光皇帝向杜寿田道歉 并要求他以后要严格要求义主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 双龙贵臣的故事 但这究竟是民间传说 还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道光皇帝是十分尊重杜寿田的 那么杜寿田究竟是什么人呢 杜寿田的老家山东宾州 位于黄河下游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杜家在当地就是了不起的一门大户 因一门十二进士 父子武汉林而闻名相礼 杜寿田的父亲杜厄 就深受乾隆 嘉庆道光三代皇帝的赏识 更为难得的是 杜家七平以上官员一共有九十一人 各个都是清官 有着良好家世背景的杜寿田 更是天资聪慧 德才兼备 杜寿田十七岁的时候 首次参加宾州的同生考试 就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 三十七岁的时候 又以惠世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惠元 变世时 杜寿田又高中传卢 传卢位列二甲第一名 也就是全国第四名 仅次于状元 榜眼和探花 之后杜寿田被入选汉林院 经过层层考察 道光十六年正月 道光皇帝宣布 聘请杜寿田为黄四子义主的老师 事实证明 道光皇帝确实没有选错人 杜寿田非常敬业 为了能每天准时到上书房 给义主上课 他搬到了离皇宫不远的 一座庙里居住 虽然平时对学生严厉 但真碰上大事 杜寿田还是全力为义主 出谋划策 而义主之所以能当上皇帝 也与杜寿田帮他做的两次重大决策有关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杜寿田 为他做的第一次决策 1846年 道光皇帝已经65岁了 究竟该立谁为太子 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道光皇帝一共有九个儿子 前三位皇子早年夭折 最小的三位皇子又十分年幼 黄五子又过继给了纯亲王 因此太子的候选人 只剩下了黄四子义主和黄六子义心 已经十六岁的义主 处事低调 憨厚老实 而十五岁的义心却天资聪颖 文武双全 深得道光皇帝喜爱 因此究竟立谁为太子 成了道光皇帝最为难的事情 为了消除心中的纠结与顾虑 道光皇帝特意安排了一次南院狩猎 想要趁机考察一下两位皇子 义主和义心的老师心里非常明白 这是道光皇帝在考验他们 这次狩猎对两位皇子来说 也必将是非同寻常的一次赶考 于是两位老师都给自己的学生支了一招 义心平时的刀法枪法和骑射功夫就很好 因此义心的老师就告诉义心 正常发挥就行 而杜兽田却犯愁了 如果公平竞争的话 义主肯定比不过义心 搞不好义主会因此与皇位擦肩而过 这可怎么办呢 第二天狩猎大军临行前 杜兽田悄悄地在义主耳边说了几句话 便离开了 狩猎开始后 义心出尽了风头 短短两个时辰 义心就打了很多猎物 道光皇帝看到后 对义心非常满意 心里的天平也像义心这边倾斜了许多 等他注意到义主时 却发现他两手空空 剑囊里的剑也一支不少 就问义主为什么会这样 义主赶忙跑过去 跪在了道光面前说道 石方春 鸟兽私欲 不忍伤生 以甘天合 意思是 现在正值春天 鸟兽都在孕育 我不忍心射杀它们 影响大自然的和谐 道光皇帝听了非常高兴 他转身对身边的人说 还是义主善良仁慈 颇有帝王胸襟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 杜兽田出奇制胜 一举打动了道光皇帝 胜利的天平开始向义主倾斜 然而道光皇帝还是没能下定决心 在临终前 他决定再考察一下两位皇子 那么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 杜兽田还能帮助一主胜出吗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 道光皇帝身体越来越差 一天 道光皇帝突然病重 眼看不见好转 道光皇帝明为 已经到了必须立太子的时候了 因此 纠结的道光皇帝 又为两位皇子准备了第二次考试 立典就设在上书房里 义主得到消息后 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争夺太子的机会了 他赶紧叫来杜兽田 请教老师自己该怎么做 杜兽田对义主说 明天不管问你什么 你只管固在地上哭就行 那么 这招能有效吗 第二天 道光皇帝派人将义心和义主 叫到了上书房 见到两位自己最心爱的皇子 询问了各自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后 便向两位皇子问起了各自对国事的见解 义心平日里关心国事比较多 讲起治国策略 头头是道 听得道光皇帝连连点头 转而问义主时 义主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然后便开始大哭 道光皇帝非常诧异 再三催促让他说话 义主这才哭着说 父皇宽厚仁慈 积德行善 定得苍天庇佑 永不死去 我愿意永远服侍父皇 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道光皇帝 打动了一个父亲的心 虽然义心的回答有谋略 有方针 但相比之下 义主的仁爱孝顺 更赢得了道光皇帝的心 于是道光皇帝秘密将义主 立为了太子 公元1850年 道光皇帝驾崩 遵照他的遗诏 义主顺利登上了皇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顺利登上皇位后 仍然经常来上书房 并常常与老师杜寿田 在这里商考国家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